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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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进行指方面的最新表现 暂时向下超过1.5% 跌433点做27647点 国企指数跌幅超过2.4% 最新报是14339点 跌362点 大市成交超过1千亿元 至于个别股份方面的表现 南筹股方面做得最好 暂时长和 升超过3.5% 最新报是122.7 升了4.5% 跌了最差 暂时百里国际1880 跌幅5% 现价在10.32 这次和大家跟进个别板块的情况 展开话题之前 请来我们这节的嘉宾 有我们的分析员 譚志乐阿奈在旁边 阿奈你好 阿奈你好 这次和你讲下科网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隔晚美股方面 还有科网股都是做好的 通常都有指标性在 但是回来看到今天 在香港上市的科网股的股份 好像腾讯 云游控股 博亚互动 以及网龙等等 都要全面向下 其实是大致向下回调的气氛 比较重些 还是美股方面的指标性 都越来越少 其实要留意 你说恒指 不跟AD路行的洗头 都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想现阶段对港股最大影响 都始终是说内地股市的表现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看科广股 科技股的板块上面 很多时候都会留意美股 特别说纳志那方面的表现 跟足程度 相对跟得比较贴一点 但是就会留意 昨晚你说 可能美股做好一点 多小科技股要好一点 最主要都是牵涉着一些 美国企业的合拼等等的消息 这些消息对于港股的科技股来说 帮助性就真的未必太大 甚至说 其实你说美股的科技股 普遍市值上 或者市领率上 现在一段都是教港股 仍然是高出一大截 所以说 在两个市场上 看法基本上是很极端的 而最重要就是说 很多时候跟随着的 都是美股 特别在内地上市的 科网股表现上 昨晚在这方面来说 都未变得有太大的动静 所以我想你看到 跟不足都是有个原因的 但最值得留意就是说 其实近这两个月来 看到在本港上 一些科网股 科技股非常热炒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牵涉着 始终未来短期后市来说 市场焦点都落在 深港通那方面的落成 一旦深港通落成之后 能够吸引到 深圳方面的相关资金 来香港买股票 那你就在深圳市场上 的确对于深圳股市来说 很多的上市 这些科网股的公司 股值上 现阶段仍然是远高 比港股一众的科网股 方面的股值 但在这个因素上 短期来说 都未必能支持大市 因为现阶段 看回市场来说 都仍然在担心 之前升得比较多的情况下 市况是有调整的势头 不过我觉得 看回这一轮的调整 现阶段 论指数的跌幅 幅度的确是相对比较大的 走势上也不是非常漂亮 但是看回个别股份的表现上 其实现阶段的调整势头 也未至于是非常明显 你看回一些科网股 虽然近期来说 都可能开始有调整 但相比过去那段 累积的升幅 现阶段仍然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市况是否真的非常差 这方面我就会有个暴露 我讲的是互联网 或者相关的科网股的板块 其实一个最重要利好的因素 除了你说到 是深港通的相关因素之外 还有在国策方面 继续要发展互联网家 这个模擬都具备了强大的优势 其实在这麽大的利好因素底下 这个板块还有没有得再胜 你看看国策层面 符前竖是很两体 如果说一些从事手机游戏 或者游戏开发方面 基本上跟互联网家 就承不上一个大蓝 但是你看到这个板块上面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月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最主要原因就是之前提及到 始终深港通落成之后 这些手游股等等 估值上的确相对比 深圳股市的相关股份 是便宜了一大截 所以因此带动到过去那一两个月 升得相对比较多 但如果受惠国策扶持 我说的是软件方面 可能是涉及到 云计算 或者工商业用 相对比较多的 这些软件股 后市的确有条件 继续看好 另外硬件方面 未来推动互联网家等等 一些电讯设备 或者互联网设备的相关股份 的确有条件 所以重点就会看到 究竟是min类型的板块 如果牵涉着电商 或者从正式相片上 比较近的一些设备板块 我觉得后市来说 的确有条件继续看好 好 跟进一下相关板块 一些个别股份 跟你说一下最近有消息的 云游控股 偏后是484 现时在做24.8毫半 回落下来接近6% 虽然今天回调得比较深 但前日来说的升势非常明显 最近消息也说到 云游配股集资 宣布了配股集资3.1亿元 希望有准备的充足资金 去做一些评求 当时公布了配股消息 股价不单止无下挫 反而有得抽升 虽然今天来说回得比较深 但始终的升幅仍在 怎样看今次云游配股方面的情况 云游配股差不多两天前的市 但有个留意就是说 特别说这两个交易 亦见到很多股份有时出现配股 或者在这些消息上 对每股盈利 对股东的利益上 本身是不能够造成一个很正面的帮助 甚至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但股价反而逆市升上来 最主要市场都充进这个版法上 未来来说仍然比较多的合拼 或者拼购的消息 特别说云游这间公司可能本身 手头上的游戏业务本身是非常之差 或者市场的前景看法相对比较淡 所以因此 估计是由上市到现交店为止 累积跌幅就跌了非常之多 但跌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市场都开始觉得估值上 都不算是非常非常昂贵 反而是会冲击的关系 由于他们手头上的现金都仍然是比较冲击 今次配股完之后 结束了资金之后 未来来说不排除的确会有拼购的消息 但正如之前所说的 如果你说这些游戏 网游也好手游也好 其实政策层面上 扶持的力度不是说真的非常之大 但我相信对云游来说 帮助性是有限的 所以在政策层面帮助不大的情况下 就算未来来说 有些拼购的消息也好 我相信以云游这间公司的规模上 很多极难会收购到 一些比较高知名度的游戏公司 如果收购不到这类益 只是收购到一些其他的游戏公司 我相信帮助性就真的有限 所以反而小心 升了这么多之后 可能会有调整的势头出现 都不出奇的 从图表走势上看 虽然今天的调整幅度 相比过去两天的升幅不算非常之多 短期后资金能不能再冲破27元这些阻力位 我觉得有个困难在 反而有货的投资者 现阶段要留意 假如见到股价跌穿24元这些支持位 我觉得如果之前低位买了 可以先行指赞尼昌 至于高位追了 都要同时理性地自施 评价补警暂时就不会升温 但在云游方面 高厂都说到 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经营的情况 预计下半年的公司表现比较好些 今年来说上半年 有7款游戏 今年将会推出20款 换言之有13款 留待下半年 对于游戏方面的本业 你又看得下不乐观 正如之前所说 其实游戏业务上 真的没有太大的憧憬 虽然你说这个行业 很多时候出现爆发性的增长 很多时候推出了一些新型游戏之后 的确可以为公司 带来一个很可观的收入 但是你讲到云游这家公司 本身过去业务上 都表现得不是太过良好 公司都试过 像香港的一些手机 游戏开发商进行收购 但是最终收购 都未能够成功 所以在公司的收购方面 的步伐上 现阶段 如果你说未来来说 有没有机会 有些收购的消息出现 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这个收购的消息 会不会再导致股价 出现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 我相信就真的有限 始终说现阶段 在环球市场上面 出名的手游公司 有机会被收购 真的不是非常多 会不会真是环球有机会收购 一些可以能够的股价 刺激进一步上升的公司 我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反而担心 一旦收购的消息 见到你之后 可能市场之前真的冲击过大 会担心股价 反而有副作用 就是说 可能之前升得太多 反而有机会出现一个调整 好 到这个时候 麻烦你详细分析 临完之前 和大家跟进 整个科网版块的最新表演 先跟进 先跟进 网友方面的股份 见到腾讯方面 跌了就是2 最新报在156.7 至于博物互动方面 就回近近2% 混友控股跌超过7% 网友方面 網絡方面 就跌不超过1% 現价做38.2% IGG就跌至近3% 看完软件股方面 刚才说到的 现在这刻跌超过1% 金碟国际就升近近5% 現价做6.19 晴天远矩和中远国际 都升超过1% 提及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将会开始 下午的问答环节 如果家庭观众 你都想问股票问题的话 打给我们 204-6566